到了喀什我才知道 这里的美食晚上更精彩 好吃不要欠 这也太刺激了 嘴酸 简直就是太幸福了 受不了了 哈喽喽我是山妮 我现在在新疆喀什的汉巴扎门口 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 大家看这天啊 刚刚蒙蒙黑 我们去哪儿解决晚饭呢 就到这个汉巴扎里面 咱们今天就挑战一下 花100块钱 能吃到多少种好吃的 来跟着我一起吧 Let's go 这里选择也太多了吧 就花100块钱呀 烤包米 别这么没出息 来新疆吃什么烤包米 快看看那边那边 有面肺子 米肠子 弄了一朵花 来走 这一份多少钱 10块15块20块 最大的30块 我想要5块钱的行吗 行 嗯 新疆人真好 羊肉汤 对羊肉汤 太值了 5块钱这么一大碗 有米肠子 外边是薄薄的一层 羊的小肠的肠衣 里面栽的满满的米饭 我喜欢 我们来尝尝这个面肺子 特别像土豆 看起来特别像土豆 但是口感有点像 就是有点黄油的口感 诶 这怎么还有一块 诶 这个是啥 诶老板这个是啥呀 这个面筋 面筋是白送给我的是吗 对对 哦 你看 我就买了5块钱的 人家还送我一块大面筋 太好了 也 嗯 猪罐 先上来吃一碗主食也挺好 因为吧 就为了吃这一顿 我两顿没吃了 先垫吧垫吧 然后接着咱们得吃点其他的 来五花骨 五花骨 五花骨 五块钱三个 那咱就要五块钱的呗 来来来来 啊 看一下 1 2 3 好 好 来来来来来 巨甜巨甜 和糖水一样 太幸福了 快看 烤肉烤肉 土包肉 钢子肉是什么 这老大一碗 预算有限 所以不能马上就下手 货笔三家 溜达溜达 然后再决定买什么 烤鸡蛋 哎 吃烤鸡蛋吧 25块钱的营养蛋 但是是鹅蛋 鸽子蛋和鸡蛋 三种蛋类结合 看看它怎么做的 打完了以后 它上面就是有一个小口 这是鹅蛋下面是不破的 哇哇哇 接下来就再打鸽子蛋 然后再是鸡蛋 啊 胆固醇开会 然后还有蜂蜜 妈呀 这得洒味啊 十分钟以后我再来拿 OK 哇 这里人好多 感觉全国各地的游客 还有好多 啊 我开开 哎呦我天哪 这 我这也太刺激了 这个多少钱 5块钱 5块钱一份 5块钱一份 我能要半份吗 不行 那算5块钱吧 5块钱 来一份 来一份 好的 快看快看 现场的手工爆冰啊 它这个是爆冰加酸奶 然后再加蜂蜜 这一大碗 我天 啊 慢点 慢点 哦 哇 哇 塞 这个真的是 哦 有有有有 这个就叫 没这金刚钻 您别懒这瓷器活儿 人家真是有金刚钻的 冰 凉 酸 甜 爽 哇 卖烤肉都卖着能跳舞 能跳起来 我天哪 大家见过卖烤肉 卖的高兴的自己跳起来的吗 我觉得这种景象也就只有在新疆有了 你到这儿了 我 不 我就不跳了 我就不跳了 总有露得手机拍我 哈哈哈哈 快起来 你要不要起来 完了 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 哈哈 瞧瞧看一看了啊 这里的肉非常的好 大家买一份了啊 不要光拍照光拍视频 也得下单下单啊 来买一份买一份有优惠了啊 老板吗 他是老板 我是主播 我们来跳一个 他们要来一份 来卖出去东西了 让我跳着舞就撤退了 谢谢谢谢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在一个夜市上也能跳起舞来 而且还在人家烤肉摊上跳舞 我的天太欢乐了 我知道新疆人为什么这么爱跳舞了 这个氛围已经烘托到那儿 真的是没有酒 酒不醉人人自醉 真的是舞蹈才是那杯醉人的酒 真的 走 咱们去吃烤蛋 不多说了 咱们下一家吧 尝一下 尝一下 不是 尝大蒜 贼酸 会美容吗 会变漂亮吗 会变漂亮吗 这都是拍我的 变漂亮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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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到我们回见到我 好啊 好啊 大姐大姐 有什么好吃的 您推荐一下 酸奶粽子 酸奶粽子 好吃吗 好吃好吃 走 咱们去找酸奶粽子去 还没找着啊 啊 啊 天哪快看快看 好大的一个锅 里边全是抓饭 哎呦喂呀 哎呦喂 这大锅能卖多少份抓饭 如果我们做门的话 2000份 2000份 对 现在这些大概能有多少份啊 这些大概差不多100份 哦 100份 行 100份 我再买一份 就剩99份了 必须 还好吃 好吃 好吃不要钱 真的吗 好的 那我就尝尝 来来里面坐 好嘞 走这 来来来来 你好 你好 你是哪里人呀 我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人 是你第一次在新疆吗 不是 我来到6个月 怎么说谢谢 谢谢 在巴基斯坦的语言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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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抓饭到了 哇 这一盘28 真的不错呀 除了米饭以外 还有大块的这个羊肉 哎呦 这个羊肉不烂了 嗯 我有一个朋友 见我来到喀什 他就跟我说 你一定要让我帮他尝尝那酸奶粽子 咱们吃完这个咱就去 吃完了 光盘行动 走 再来一家 走 夜市到这个部分了以后 它除了有小吃以外 还有一些手工艺品 你看像小铜壶啊铜锅啊 小孩的衣服也有卖的 还有各种的冰箱贴 嘿 烤包子 带两个这个回家 在找酸奶粽子的路上 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馄饨 这一家馄饨绝绝子 这一家 酸奶粽子 有了 我要一个无花果的 谢谢啊 5块钱 值 我终于圆了我小伙伴的梦 帮他尝酸奶粽子 下面呢 其实就是一个糯米粽 然后 上面淋了新疆的手作酸奶 最上面 因为我要的是那个无花果酸奶粽 所以上面是有一个蜜饯的一个无花果 哇 看着好诱人呐 没有一个爱吃甜食的女生 会不喜欢 无花果酸奶粽子 嗯 哇 好幸福啊 我现在一共花了78块钱了 100块钱的预算的话 还有22块钱的预算 我看到这儿有一个那个沙漠咖啡 是他们这边的特色 我好想来一杯 哎老板 因为我们在做一个挑战 就是用100块钱 吃便喀什夜市 现在呢我预算还剩22块钱 嗯 您这个是24块钱一杯 能便宜2块钱不 可以 感谢啊 今天这100块钱花的严丝合缝 刚才我们小伙二还说 哎你就算挑战不成功怎么了 我说我就是要挑战成功 我凭什么不挑战成功 我就是要成功 你看成功了 这个沙子是热的吗 热到里面300度左右了 300度左右 我差点想伸手去摸那沙子 幸亏没有伸手 把咖啡粉和温水先混合以后 放在这个特殊的这个小锅里 然后在300度的沙子上面转 哦 快看好像有点要开了 哇 哎据说这种沙漠咖啡 它是好像永远会开是吧 就是好像喝不完 不是 不是 我能用这种小杯子喝吗 对 我觉得这个小杯子更漂亮 哇 我们的喀什美食街之旅 100元挑战成功 其实喀什呢 这座城市 它是咱们国家最西边的一个城市 它是五口通八国 然后一路连欧亚 这个城市 它将来的机遇和发展 会非常非常的多 我这次是第一次来到喀什 我就感受到了这里的人 是有多么的热情 这里的美食是有多么的好吃 这里既有民族饭 然后呢又有国际饭 就像我这杯咖啡一样 它是用三个国家的咖啡粉抹出来的 喀什这个神奇的地方 你总能遇到神奇的事 你总能有各种神奇的经历 我们本次五集的寻味喀什之旅 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最喜欢哪一集 还有哪里的美味 想让我继续去发掘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记得一键三连哦 我是想要带你吃遍全球 玩遍世界的山尖 这里是我的世界餐桌 拜拜